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本来也很期待 和磐石的这次合同 魏总的意思是说 磐石没有完成合约内容 那是不是代表磐石的 技术能力出现了问题啊 这个没有证明实据 我没法 磐石的技术能力 不是魏总的一纸合同 可以定论的 滕总是吧 是 我是代表磐石 递交给您一份律师声明的 我们有证据证明 此次贵公司 与方舟合作的技术内容 侵犯了磐石的版权专利 这是我们公司的王律师 后续 他会跟您进一步地交涉 磐石官网 已经将相关的资料公开 熟有熟略 我相信大家自有定论 此次磐石 因为客户提供的数据问题 未能如期完成合约内容 我们深表遗憾 而魏总 选择了新的合作伙伴 我们也表示理解 在此 祝愿双方合作愉快 谢谢 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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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们想做这次 跟我们做对象 说什么想说的吗 沐先生 真的是你们这边技术 出现了问题吗 说什么事啊 说什么事啊 之前跟大家已经汇报过了 磐石违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蓝艺科技 虽然在技术方面不是很完美 但是胜在性价比高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那也得是他没有法律纠纷呢 和蓝艺科技的合作 技术部门也是协作适合过的 魏总 你这就不厚道了 行了 闹成这样还嫌不够丢人吗 还嫌不够吗 马上走着生命照表 绝不允许出现任何疲劳 奶奶把孩子接走了 什么时候 中午就接走了 说是老家的太爷爷 突然病危 想见见孩子 所以要带果果回老家一趟 这几天幼儿园都请假了 奶奶没跟你说吗 果果妈妈 没事 老师你先忙啊 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我要妈妈 妈妈 哎呀 好了 好了呀 闹闹闹闹闹什么闹啊 妈妈妈妈妈 快 Jack 先生见你妈不是好好的吗 奶奶你不要骗我 妈妈妈妈要离婚 我知道的 我要跟着妈妈 妈妈妈 果果 奶奶告诉你 你是姓魏的 而且你才几岁 以后跟谁在一起 那是爸爸妈妈说了算的 你小孩子说话不作数的 我不要跟他爸爸 爸爸有什么不好啊 爸爸上班挣那么多的钞票 你玩的 用的 吃的 还有上学的钱 去迪士尼玩的钱 哪样不是爸爸出的呀 你跟爸爸不要太享福哟 爸爸 你看我妈还有爷爷奶奶 我们这么心疼你 你跟那爷爷奶奶不好呀 我不喊 不喊 别 别 好了 好了 小祖宗 不要 头都给你吵魂掉了 你妈把狗狗在哪儿吃了 我也是刚知道 爸妈和狗狗接走了 是 爷爷前年就去世了 什么病危啊 你妈为什么要撒谎 你家想干吗 病危当然是借口啊 爸妈怕咱俩离婚多多少少 会影响到孩子 把狗狗接到老家闭一阵子 等咱俩离婚半清爽了 再把他接回来 就这事我一五一十地 跟幽阳老师说清楚 好听吗 把狗狗还给我 什么还不还的 我们两个人都是狗狗的爸妈 婚还没离呢 我们两个都有资格带狗狗 从狗狗出生到现在 你们家一共待过几天 你知道孩子喝什么奶饭 穿几码的鞋吗 现在想当好爸爸 是不是得太晚了 魏明 我要见狗狗 林霜 老师 新的离婚协议 我已经发到你邮箱里了 你赶紧看一下 在财产上我考虑了一下 我做出退让 我给你一百五十万现金 其他的 包括果果的抚养权 你想都别想 我要 我要见狗狗 我要见狗 我要见狗 我要见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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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想耗时间吗 那大家这么耗下去 看谁能熬得过谁 你的意思是 我如果不再离婚信息上 签字的话 我就见狗狗狗了是吗 你怎么是这样的人 你想我帮你 谁处的搜乳业 不是我 是你妈想的 不过她也是为了你好啊 当妈妈的妈 孩子就是心头肉 这果果是林霜 从小一手带大的 这感情肯定很深啊 不过我们当爷爷奶奶 肯定也想要孩子对吧 可你可现在林霜 一副天不怕地不怕 要跟我们斗到底的样子 那我们只能想这个办法 给她个教训 让她脑子清楚一点 是吧 可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明明 果果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但是有一点啊 你千万不能心软 这个时候你就要狠狠心 把这个事情弄弄清楚 以后大家都亲近了 对吧 好了 本来我们终究是她的爷爷奶奶嘛 对吧 事到如今 你失去了 你失去了 拥抱 像一只 秋鸟 无数个陌生的夜里 有多煎熬 沿着冰冷的钢索在 梦中前塌 我该如何是好 一个人碰到又 吃酒 跌跌撞撞的路上 在奔跑 那个藏在我生命里的心跳 不再跳 他还是人吗 亲生女儿拿来当做自己离婚的筹码 他把孩子当什么呀 一辆车子还是房子呀 离婚分家产 抢得越多越划算是吧 虎毒还不食子呢 他真的是狠狠毒 他毒得毫无底线他 在这种情况下 就不能用法律维权吗 如果林霜已经离婚了 因探视问题发生纠纷 是可以提起诉讼的 但是目前 两个人的问题 尚属于婚内矛盾 理论上应该自信沟通解决 但建议对方已经采取了非常手段 我建议 立刻走诉讼离婚流程 对 我们去法庭 我就不相信了 就没人能治得了他了 要多久 从提起诉讼到出结果 要多长时间 根据案件的复杂情况 乐观的话 起码还有一年 年多不及 我等不了那么长时间 我只要过过 别的什么都可以不要了 你说我心想 你清醒一点好不好 你现在给他打电话的话 正中他的下怀 你以为他会把抚养权让给你吗 不会 他只会抓住你的软肋 逼你一再地退让 林霜 从你决定离婚那一刻起 我就告诉过你 这一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我坚持不住了 你快到极限的时候 其实对方和你是一样的 诉讼离婚流程虽然很漫长 但婚姻的全部问题 能够全部呈现出来 双方也有更多的谈判机会 别着急 我们肯定还是会有办法的 说吧 什么情况 就目前的情况 诉讼离婚 其实也很难有把握 什么结果 在事务中的确出现 抢夺和残疑孩子的现象 一方有时会把孩子 带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 等法院判决离婚的时候 孩子往往已经跟随 被带走的一方 生活很长一段时间 法院在判决的时候 一般不愿改变 小孩的生活环境 会倾向于判给 陪伴孩子生活的那一方 所以如果走诉讼程序的话 林霜有可能是去 他最在意的抚养权 很有可能 我刚才是看 临床的情绪很糟糕 所以这一点我没有讲 不过你们也不用那么失望 现在财产状况相对明朗 而且我们手中还有一张牌 就是为明有婚内出轨的事实 不管是诉讼离婚 还是协议离婚 一旦出轨的证据明确 就可以成为我们 争取权益的重要筹码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跟卫明在一起了 你胡说什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卫明在一起过 曾经 那时候 他也对我还是山谋 花浅月下 我当时昏了头 我以为我自己找到了真爱 后来我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我是恨他 我也想毁了他 可是同为女人 我不希望你再不我的后尘 当然了 你和我不同 你是含着金钥匙出身的 你对韦明来说 有更多的利用价值 有数不清的资源 但是你千万别觉得 你可以拯救他 我和魏总 只是单纯的上下级关系 来 吃根香蕉 来 吃根香蕉 来 吃嘛 我想出去玩 果果 你想想啊 再没有人逼你 去练什么冰球了 把身上练得 无情无情的一块一块的 不要 我就想出去玩 我们在酒店里看看动画片 不是蛮好的呀 要么下午我带你下楼 去游泳池玩玩水好吧 不要 不要 我教呀 出去玩 在房间里 可把我们果果憋坏了 对不对啊 我们果果坏了 别坏了 果果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对吧 亲爱的天还哭天还 你得要妈妈 今天就一没心思 要出去玩儿了 果果 我们就出去玩儿 要不然这么小的孩子 在屋子里可憋坏了 我们出去玩儿 奶奶给你拿外套好不好啊 好 果果 妈 乖乖地听话 待会儿把外套穿上 我跟奶奶带你出去玩儿啊 我要去游泳场 来 去哪儿都行 来 来 外套穿上 这不是蛮好的吗 听话就好啊 请客阿 乖乖 乖乖 不要 若远 她 如人 我 去 课 我 我 用 肉 脱引而出 我们得有新的办法 新媒体这边 我们得加大投入 好 好 今天会议到这儿 大家加油 好 建议你留一下 刚才开门你想什么呢 刚才 江喜来找我了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猜呢 你相信吗 一半一半吧 你跟江喜的事 我早就听过风言风语 无风不起浪 你们之间不可能毫无挂口 还有一半呢 他说可是同为女人 我不希望你再补我的后尘 当然了 你对韦明来说 有更多的利用价值 有数不清的资源 但是你千万别觉得 你可以拯救他 一个有前科的男人 是不会为了你改变的 我就是最好的前车之间 你跟我也就是玩玩的 不会付出真心 我不信 你自己当小三 被人甩了什么 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空听你的小作文 更不用假好心 谢谢您 在这样的诽谤之下 还愿意相信我 没错 我跟江喜事故过去 我承认 当年是我定力不足 在他的勾引之下 做了一些越界的事情 我很后悔 好在我及时清醒 和他划清了界限 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我没想到他一直怀恨在心 现在还要在背后捅我这一刀 将写的事情你不必烦心 找个合适的机会 我会将它掉离 平息留言的方法 就是眼见为时 林霜 离婚协议看了吗 你考虑得怎么样 林霜 离婚协议看了吗 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叫你 你对我来说 你听说我 你要是在一座 你不想听我 你不想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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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想听他 你不想听他 你不想听他 哥哥 这点好不好玩 好玩 哥哥 你想吃什么呀 我想吃披萨 想吃什么爷爷都给你买 放心 一会儿爷爷给你买披萨 等我一会儿啊 我去上个厕所啊 你除了要吃披萨 还要吃什么 就披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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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我好久没看见你了 你今天怎么没来上冰球课 也不请假 你是这个杨杨的妈妈 对 是的 我经常听哥哥提到杨杨 他们俩是幼儿园同班同学 然后又一块儿上冰球课 挺好挺好挺好 我去上个洗手间嘛 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哥哥 谢谢 谢谢你啊 谢谢 我给你说个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什么 你得帮到我 就是我没来的 喂 你知道林双去哪儿了吗 不是 我打了好多电话 她也不接 我到家里来 这门也关着 大门密码 四五八七 一开朵 林双 你在家吗 哎 你怎么来了 姑奶奶 你急死我了你 我给你打电话 你怎么也不接呀 我饿了点酒 睡得太沉了 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 放心 还不至于 我去给你倒杯水 林双 我最近常在想 我觉得我特想你的色把心 真的 我在想 如果不是因为我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在线 你也不会受那么多苦 哎 我怎么感觉刚好相反呢 自从遇到你之后 我就开始叫好运了呀 离婚 失业 这些看上去都不是什么好事 但对我来说 都是好事情 离开未明 我可以不再忍受背叛 离开磐石 也许以后有更好的机会呢 还有啊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可以行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可以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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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杨阳妈妈 果果妈妈是吧 是我们杨阳要找你 我到了 我在收票处这儿呢 你在哪儿呢 我在这个草坪这儿 我看着你了 杨阳妈妈 阿姨好 你好 是果果让我来找你的 杨阳 你告诉我阿姨 你是在哪儿见到的果果啊 果果说让你不用担心他 我们在商场 和果果的爷爷奶奶见的面了 果果让杨阳把东西给你 这是果果让我来给你的 这也是我们俩的秘密 这也是我们俩的秘密 妈妈 我很乖 我好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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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你 我好想你 好想你 我要感到你 好想我 好想你 好想你 才是姐 姑姑 妈妈正在努力 我们永远在一起 一定会在一起 黄道 您看 今天的会议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路上再想一想吧 好的 爸 这是怎么回事 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上我的车吗 您别怪他 是我让他开车门的 您又不接我电话 我只好在这里等您了 爸 您别怪他 是我让他开车门的 今晚 我想回家吃饭 回家 你还有家吗 自从你出走之后 我和你妈妈就没你这个女儿了 我们一刀两断 让他出来 爸 您别这么说 先上车 我们回家再说 爸 来来来 小小姐 不好意思 下来吧 黄道您下车 我不下去 你别拉我 不好意思 下来一下 你 爸 爸 不好意思 小姐 我 立马 我有两份资料放在这儿了 麻烦你给我一下 资料现在不在这儿 送到酒楼了 要不我打个电话 帮你问一下 不用了 自己去 谢谢啊 那也行 看哪儿 có 别哭了 不哭了 黄董就是因为心疼你 你不懂 他连看我都没看我一眼 我爸一向最疼我了 从小到大 除了这次的事 他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他从来都没有这样对过我 我也是有女儿的人 我特别能理解 一个父亲是怎么想的 你放心 他就你这么一个女儿 你说得轻巧 你也知道我是独生女啊 但我为了你 跟我父母闹成这样 有家不能回 公司呢 也都是闲言碎语 我现在里外不是人 我都被逼成这样了 你呢 你在做什么呀 我一直在催淋双 你相信我 我恨不得马上就跟他离婚 这话我听得耳朵都要起茧子了 我坚持不下去了 我要崩溃了 你坚持坚持 我们很快就在一起了 你相信我 你一个月 我再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一个月内你跟你老婆离婚 否则我就回美国 我们一刀两断 婚姚姚 黄家一言 怎么了 我没事 黄嘉怡给卫明下了最后通牒 先期一个月 他们两个刚才在 楼梯店里面吵架 我全部都听见了 难怪卫明这么苟机跳墙 用这么龌龊的方式 抢走果果 黄嘉怡什么家事啊 她肯定不会甘心当小三 卫明看到黄嘉这块肥肉 也不会轻易撒口 应该是要在黄嘉怡 失去耐心之前 尽快恢复单身 所以现在 最着急的不是你 而是卫明 这么打一个实锤 我们一点证据都没有 我们就是事实太讲证据了 不妨学习卫明 换一种思路 卫明从我身边抢走果果 打乱我的阵脚 我差点脑子一混 就什么都答应他了 那我们反过来 我们也打乱他的阵脚 让他陷入被动 我们家 虽然施工心结层 但我爸妈从小就经常跟我说 女孩子要洁身自好 尊严比物质更重要 我经常在反思 爸妈的交易方式 我经常在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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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妈的交易方式 应该是让他意识到 他值得最好 金钱 礼物 爱情 都不如他本人高贵 所谓尊严 不是用博大的胸怀 去对生活委屈求全 而是当你挣扎在生活 肮脏缝隙的时候 有能力抗争 有能力自救 你有什么想法吗 魏明比我离婚的手段 无非是一些 下三乱的手法 他们吃准了 我不会像他们一样 吃相难看 但有的时候对付流氓 好的教养是没有用的 好 好 开这车每次都偷偷摸摸的 你买这车干吗 做人得低调 非得把车停到这么大老远 对不起 再坚持坚持 很快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都是因为你 害得我整天偷偷摸摸地见不得光 知道委屈你了 我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 以后以后 说什么都是以后 下班一起走怎么了 现在公司已经流眼满天飞了 如果下班再让大家看到我们俩一起走 这不坐实了他们怀疑吗 那你赶紧把婚离了不就没这么麻烦了吗 薇姐 薇姐 你们俩人在一块呢 我们刚叫完客户回来 卫明啊 明天下午我赞助的这艺术家宋一格 有个开末的咖啡 你有兴趣的话一起来 介绍我们认识 好啊 那青年艺术家宋一格很有个性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谢谢薇姐 叫上你太太 好久没见上她 我太太明天 应该是陪孩子上培训班 要不下次吧 行 Joyce 你爸说你有时间啊 咱们明天见 我先走了 拜拜 薇姐再见 薇姐再见 她让我去画展 你怎么不说话呀 还嫌我平常在方舟演戏演得不够累啊 我们现在要做到的 就让所有事情都一切如常 要等着林霜先憋不住了 跟我签署离婚协议 她想要钱 多分她一些不就是了 我家也不缺钱 孩子就算跟着妈妈日后照顾起来 可你比跟着你父母顺手 真不知道你们谈来谈去 都在磨这些什么 我知道你们家不缺钱 可越是这样 我越不能委屈你 否则你父母怎么看我 来来来 吃饭了吃饭了啊 做这么多菜啊 那是还有呢 这么多菜啊 果果 洗好了吗 快了 快了 果果 吃饭了 果果 来 洗完手吃饭了啊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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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好了 洗好了 把手擦干净 这几天啊 我们带果果 孩子小 我们不放心他一个人待着的 这两天你们两个累了吧 还好 反正早晚都是你家人对吧 嗯 提前熟悉熟悉也好 我们不是一家人 果果 妈妈 还有爸爸 还有爷爷奶奶才是一家人 家姨阿姨是客人 不要乱说 我哪儿想都不对了 果果 你长大了 爸爸有一件事情 要告诉你 爸爸要和家姨阿姨结婚了 爸爸要和家姨阿姨结婚了 以后你 我 爷爷奶奶 还有家姨阿姨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爸爸不是和妈妈结婚了吗 为什么还要和家姨阿姨结婚 爸爸要和妈妈分开了 爸爸告诉过你的哦 可是你们还没分开耶 为什么就会和家姨阿姨混在一起 哦 我知道了 是家姨阿姨把爸爸偷走了 哎呀 小孩子 说话嘴上不把门啊 啊 不要乱说了 我没有乱说 电视上讲的 像再也爱这样的人 就叫第三者 不要乱讲啊 这 这儿子 童言无几童言无几 你还没说了 我现在还是要的 你会和家姨阿姨 听到那些人 看来 听到那些人 子肥和家姨阿姨 听到那些人 你会和客人 说到那些人 你在家姨阿姨 你会和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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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个人 妈妈 妈妈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